刚才看到了南部灾区有不少学生 因为学校毁损太严重无法上课 因此台北市针对了高雄等五个县市 提供了高中值以下4200个名额 让灾区学生北上就读 包括了学杂费跟营养午餐都有专案补助 不过灾区却有很多家长担心 孩子们离乡念书会有安全跟适应上的问题 所以宁愿等到原来的学校修复完成 再让孩子上学 满地的污泥和积水 桌椅也全堆在一边 林边乡的林边国小在后13天 情况还是很糟 上百名国基金全力帮忙清理 甚至出动挖土机帮忙 可是进度缓慢要如期开学 可能大受影响 许多南部灾区损坏严重的学校 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因此台北市教育局针对南投 嘉义 台南 高雄 以及屏东五个县市灾区学生 提供4200个名额 让高中值以下的灾区学生就读 每一所公立的高中高值 我们至少可以提供10个名额 那国小因为灾区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国小至少要提供20个名额 这次负责任养林边国小的台北市北投国小 已经准备30个名额 让灾区学生就读 但校长已过去安置921灾区学生的经验 持生到了新环境 不能忽视适应的问题 陌生感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台北的生活 毕竟不像在自己家里 那可能有很多的习惯要去调整 然后又要去认识新的人 然后有新的作习方式 跟新的学习环境 担心新环境不适应 灾区学生的家长多半也不放心 让孩子离乡北上读书 尽管台北市教育局提供学校安置灾区学生 还补助学杂费 营养午餐和生活急难费 可是基于现实考量 不想和孩子分隔太远 不少家长选择婉拒这样的美衣 记者组合报道 谢谢大家